字幕 李宗盛 突然突然說錯話罵你 但原來你很兇的 什麼啊 一開鏡頭的時候 哇 你們想剪到什麼身體的部位出來 你打算跟他 make friends 的話 可能他不肯走 字幕 李宗盛 今次開口夢要說的題目是 旅遊的靈異經歷 請了家晴上來跟我們一起說鬼 Hello大家好我是徐家晴 家晴 話說我都問了大家去旅行撞鬼會怎樣做 不如我們一起看片 好啊 有啊 說粗口 好啊 可不可以示範一下 很大聲說粗口 即是馬上XX你老母 但是你會不會怕去到泰國 你不懂泰國粗口 大地卡XX你老母 沙拉地XX 全部跟著說粗口 聽說粗口很有效的 那如果那個是男鬼呢 就都是全鬼 這個不是我 這個不是我 都是全鬼 他有些特殊迫好 如果說粗口其實我小時候都試過 但是其實有些會更加差 如果那個靈體 他本身是惡底的 就代表是Word 例如可能去到外地 例如他真的要用說粗口這一招 那他想不想要用當地的語言 那些才能溝通到呢 因為真的怕他罵完他都不知道你罵他什麼 其實這個問題問得非常之好 因為其實靈體 或者我們叫做靈界裡面 其實是沒有一個特定的語言限制 通常我會跟靈體溝通的話 其實我們沒有一個特定的語文 就算我去到日本 去韓國 是不需要用他當地的語文 我們是用一個 一個念 或者一個意識 大家會知道大家在說什麼 大家會感覺到大家想表達什麼意思 就不需要用一個語言的限制 語言其實是給人去用的 所以就算 你說要不要用同一個語文說 可能他會意識到你是什麼意思 陽氣講鬼是陽氣 是不是有用呢 因為我們有分新強和新弱的分別 我舉個例子 譬如是屬金 金木水火土 是屬金 可能他是大金或者細金 然後他細金 究竟他有沒有自己欠金呢 在五行裡面 他們有沒有欠權自己呢 如果有的話 這個就是新弱 所以其實 講的陽氣 講自己的名格 而不是說 展露一些身體的什麼部位 就是代表 你想展露什麼身體的部位出來 這個可能只有男性才做到 例如可能你睡回去在耳邊吹風 或者整理 那你會做些什麼 我會立刻把被子攬著頭 我會當什麼事沒有發生過 他繼續睡 然後打開電話 可能跟朋友說一下 然後假裝真的不知道 他就不理他 有人說假裝見不到他 你看我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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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當他不在 那如果他不斷在你面前 吐吐吐吐吐 就是要嚇你 那你會 就罵上他 那你呢 我會 我會沖走 因為始終到害怕 突然之間 大眼 做到鬼 就一定是 跟他做朋友 嗯 這個世界什麼都有 做了友好 他就不搞你 對 朋友 我們可以嚇別人 跟鬼做朋友 可以在那個空間裡面 跟他做朋友 那就不會被他嚇 其實是不是 這件事 大家真的要小心一點 因為 如果跟靈體做朋友 一個一般的靈體 他不是有一些的怨念 或者不是有一些的 心態上 或者可能他內心有一些的 屈結的話 其實他們是不會留在人間 嗯 其實一定是 他們有一些的 可能固執 有他們的一些慾望 不捨 他們才會留在這個空間 如果不是 其實基本上 他們當一個肉身 離開人世的時候 靈魂就會去了 可能去地府 或者可能會去 他們要去排隊的地方 所以如果你說 當你遇到靈體的時候 你打算跟他做朋友 可能他會想到別的東西 或者我有些個案 有時我會幫人處理一些問題 試過有些女生被鬼奸 是的 可能他會很想佔有你 或者可能他生前 已經是一些比較色鬼 他就會很想侵犯你 是的 都是一個念 但是 那個女事主 是會完全感受到整個過程 所以如果你說 跟一個靈體去做朋友 首先你要確保 他有沒有一個危險性 又或者他會不會留戀了 我終於找人和我溝通了 很難得有一個好朋友 可能他不肯走 有一個朋友 他說去泰國 他進去之前忘記敲門 然後直接衝進去 他去洗澡的時候 然後就說聽到一些奇怪的聲音 有人敲門 然後他很害怕 他洗澡後 就自己蓋上他的屁股 有一個例子 我前公司同事去泰國旅行 好像是個美房 兩張單人床 兩個男同事 上床之前 拖鞋就對著床 但是中間好像有些怪聲 之後就開燈 拖鞋就倒轉了 其實剛才他們說到拖鞋倒轉了 其實那些鬼是否喜歡玩鞋 為何他們整股人會用這些方法 因為他們都要講能量 他們都要用能量 去令到一件物件 可能由這裡移到這裡 但是如果他們的能量值不夠大 的話 他們只可以做一些可能 動一下窗簾布 一些紙啊 移動啊 拖鞋 酒店的拖鞋通常都是紙拖鞋 這樣會比較容易 可以蹦蹦蹦地敲門這一種的話 其實很猛的 都很厲害 都很害怕 我試過一開酒店門 是感覺到有些陰氣供位 哇 然後就立刻換房 開門有些寒氣 已經感覺到很不舒服了 那其實是否代表著有這些靈體存在的空間 每個人的感應都會有所不同的 有些人可能去到一個地方的時候 知道有靈體就會頭痛 或者會手震 會臉麻痺 都有的 有些人可能覺得 突然間摺一摺這麼冷 或者突然間好像有一陣風吹過來 有些試過是吹耳朵 有人吹我耳朵 或者拍我 每個人的感受都會不同 當然也要看靈體 究竟他的第一拳能量有多大 或者他對你有沒有做到什麼動作 或者行為 你有沒有聽過那些去旅行 他們都很猛鬼的經歷可以分享 哇 這個好笑 因為前陣子我有個好朋友 都是藝人 但這個是 他們那時候發生的 就是在韓國的一間酒店 自己又一直跑步的時候 順便練起又唱歌 隔了一會兒他覺得不對勁 他覺得為何會有這麼多聲音 但整間瓶室只有他一個人 為何那麼多人說話 然後又聽到滴滴答答聲 然後又聽到音樂聲 突然有一個不知道在哪裡來的音樂 有人唱歌 但他聽到聽不真是甚麼 然後他開始有點頭痛了 雙手有點鼻 然後他就覺得 嗯 咦 聽家晴說過 好像這些是有點不一樣的 然後他就走了上自己的房間 立刻打給我 視像videocall 那我就一開攝錄的時候 我說哇 好震撼 然後我說哇好可愛 你後面有一村人在後面 即是他這樣站到後面 一村人 然後我說 你剛才做甚麼 然後他說 我不知道 我只是跑步 他又沒有交代得很清楚 他做了甚麼 那我就問一些零體 我就說 為甚麼你會跟著這個小姐 即是他做了甚麼 他們的意思是說 他又唱歌 又吵了很厲害 又說話大聲 又不停笑 還要錄影又有甚麼 那我就問我的朋友 我說 你剛才在做直播嗎 還是為甚麼要唱歌那麼大聲 他們投訴你 那我朋友說 那我 他說 我不知道 我只是想唱歌而已 只有我一個而已 很正常 然後我的朋友還要說 為甚麼他們那麼霸道 然後後來 我就幫他們送走那些零體 然後 臨走的時候 那個窗簾部 就這樣移動了一下 然後他們就走了 走光了 他們都會好奇 然後會一窩蜂 圍繞著一個人 其實他們通常 一大群的靈體 會跟你的話 可能他們有一些 申訴 即是 我很想跟你說 怎樣怎樣 你聽不聽到 如果你聽不到 他會怎樣 他會說到你聽到為止 或者說到你知為止 就是集合那麼多的力量 一起告訴你 你要停止這件事 又或者 秋後算帳 可能他們很想你知道 然後讓你很害怕 或者很內疚 或者很想你道歉 這樣就會發生這些情況 不要住美房 不要住美房 一般都是擔心 入房之前拍門 現在都會 按鐘 入房敲門 基本上是草床 不可以住在 走廊盡頭的 好像說 有些酒店的床頭櫃 裡面有沒有聖經 不可以打開來看 那些不好的東西 會直接衝進去 那個最盡頭 住酒店 不要住美房 其實都是真的 因為為什麼呢 通常逢是 那個格局 例如可能 電梯口在這裡 然後一出電梯 你有頭尾房 如果那個格局 是這樣走的話 最罪陰就是這裡 所以 如果最盡頭的房間 一般都會 擺本聖經 在床頭櫃那裡 壓一下斜 如果真的你進去 今天不幸運 你真的偏盤了 你是尾房 那你還住不住 沒有辦法 如果沒有其他房間 都要勉強住 不是 進去的時候 說而已 不好意思打擾了 大家一起住 同一間房間 對 對 那一身 寫聖經 幫他抹 抹抹灰 看看有否 耶穌精神在這裡 你這樣抹抹抹灰 如果那個聖經 本身在那間房間 打開了的話 就千萬不要合起來 是的 因為如果他打開了 某一頁放在這裡的話 一定是作過法 這間房 即是代表這間房 一定有靈體 所以你不要合起來 如果合起來的話 他們就會衝出來 他們不會說 整個酒店 每個房間都做法事 一定是那個地方有問題 或者 那個地方肯定是有靈體的 才會特意請神父來做法事 所以如果那個聖經 打開了的話 就不要合起來了 敲廈門 我已經算不算了 你們一般都會敲門 還有沒有 我是會 你們都是 寧可信其有 就是入住之前 那些禮儀就要先做 正常人 就是你入住酒店之前 會敲兩下門 就是一禮貌 其實如果去到旅行的地方 剛剛一搭入酒店的時候 有很多人都很關心 究竟要不要敲門 我自己就沒有敲門 因為我認為 如果你敲門的話 就告訴他們 特意刻意跟他們說 如果我們做回 我們人類要做的事 其實是不需要有這個行為 或者這個動作 但是我們的心態 當然也需要有一個禮貌 不會說一進去就 打牆 你也會侵犯到 別人另外一個空間的生活 前陣子 我弟弟就走了去 金鐘的一間 比較出名的酒店 他就去到那個酒店的時候 一進去 他已經看到 咦 為什麼有個男人 站在窗簾上的那個位置 不管 跟我一樣都是 看到扮看不到 然後準備就出去了 回來的時候 他打算窗簾有一個電動的按鈕 他打算關窗簾 刪了 他就停了 他就再按 上去 他就覺得 那個東西壞了 換了房間之後 他又做同一樣東西 放在關窗簾 然後他就看見 咦 剛才那個男人 在這間房間的廁所 換了房間了 他就 難道他跟著我 好吧 他就走了 走到那個床上 試試發攤一下 看看電視 隔了一會 他就沒有理會了 洗澡 洗面茶 睡覺 到第二天 其實 Suppose 都要退房了 他就 睡一覺 差不多睡醒的時候 就聽到有個 大姐 喂 起床了 要走了 又是不同的 角鬼 對呀 然後他就 咦 為何 執訪那個人 會進來 為何可以進來 他就 先不要吵我 可以了 稍後會離開 他就突然想一想 不對 他就 睜大眼睛 沒有人的 好了 他就 應該是在做夢 嗯 閉上眼睛 再睡 都未睡得著的時候 突然聽到另一把 女人的聲音 你真的要離開了 先生 麻煩你 你走吧 你在做甚麼 夠了 你要離開了 他又 睜大眼睛 糟糕 好像是真的 我醒在了 他就 走到床 開了房門 再試一次 生 不是啊 真的沒有人進來 嗯 又回到床 他心想 瘋了呀 大哥 那麼早 七點 又要這麼早退房 這樣 我又睡到 一閉上眼睛 都未合得完的時候 廁所的男人 衝出來 然後我對著他 說 你真的要離開了 先生 然後他立刻 哇 你是不是搞笑 然後他就起床 你給我一點時間 我先洗個澡 我洗個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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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一邊洗澡 就一邊幫他 湯水溫 冷水熱水 冷水熱水 然後他就說 我真的要離開了 那我就發脾氣了 你給我一會 大哥 我給了錢的嘛 然後他就很生氣 然後他洗完澡 他真的離開了 然後他離開的時候 回頭看見一個房間 是有幾個影子 拜拜 但是進去後有什麼要做呢 第一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 不要忍不住又沒有靈體 因為歡樂 或者開心的正能量的Energy 其實是會跟他不同頻率的 當他是一個負能量的時候 你是一個正能量 很快樂很開心的時候 你會遇不到他 又或者當你很健康 沒有病沒有痛的時候 你也很難會相遇 所以有些人經常說 時運低會遇到鬼是真的 會不會他們唱歌 開燈睡覺 可以幫他們遇到膽子呢 其實你試試換個角度 在靈體的角度去看自己 如果你很害怕 然後看到那個人 很低能地坐在那裡 啊啊啊 然後他就會覺得 哇好笑這個人 我很想繼續作弄他 其實只要你不太理會 而他可能做一次半次就算了 那就有他了 那又不用馬上說 有靈體我要怎樣怎樣怎樣 可能他也會覺得 哇沒有啦 有個人進來很害怕啊 可能是這樣 我覺得大家可以用回 大家彼此的心去看這件事 他看到如果你不斷在作發自己 我好害怕啊 什麼不斷啊 那些這樣的話 其實可能他的角度看都會覺得 哇你好笑啊什麼事啊 就是為什麼要這樣來侵犯我 可能是這樣的 可能那個體質是比較 陰氣重一點 容易撞鬼 他會不會有些地方 可能去旅行 盡量避免去 避免接觸會好一點呢 如果每一天都答應 很多萬人走去旅遊 那為什麼會只有你一個有這個問題呢 可能你自己的心也有害怕這件事 或者想了現在的靈體究竟去了哪裡呢 而去connect了他們 那他覺得 咦你找我啊 咦你叫我啊 那他便會很想跟你溝通 難得有人跟他溝通 所以這個都要注意一下自己的腦袋 或者你想的方向 不要想著很想 不知道以前是不是死了很多人 那些人去了哪裡呢 或者以前他們怎麼死的呢 那現在這裡有沒有鬼呢 那你去想這些東西的時候 他就會很想告訴你 Yeah I'm here 就是這些人都要注意一下 家人會給你一些符 那些筆筆那些牌 你那個是說鐘而已 你有沒有長生帶來的 很尷尬 我自己呢 我自己會有帶金絲鏈的 那它是可以令到你的人的Energy很好 就算如果有靈體的話 那其實你的能量不是去到一個低點的話 你跟它都很難會困得到 所以保持著讓你的能量高一點 那我就會帶這個金絲鏈 那有些人都會帶一些平安符的 是的 可能法科啊 茅山啊 綠淫啊 那他們都會寫一些符的 他們這些符都可以有一些的 鎮住的作用 那樣 有些人可能會帶水晶鏈啊 佛牌那些去身 是的 其實會不會都有幫助呢 提升能量啊 或者 其實水晶鏈呢 可以令到你的運程更加好 或者將你的能量提高 都是有用的 但是呢 最重要是你要知道自己 適不適合戴那一種的水晶鏈 是的 譬如可能你都要對應你自己的不幸 那你才那個水晶是有發揮到的作用的 講鬼故會不會都很容易聚陰 如果怕其實都避免做這件事會好一點 我這件事我經常都發生的 譬如當我去講鬼故的時候 那我的朋友很喜歡坐在一起聽 那後面通常都會站一排 是的 那這個時候你就會想 我們現在這樣說的時候 我們這裡又會不會站一排呢 哈哈 是不是很害怕 哈哈哈哈 其實是不是 哈哈哈哈 是不是真的會的 當然會啦 哈哈哈哈 好害怕 剛才在外面脫下進來的時候 我已經看著這個位了 真的嗎 但是我覺得有也很正常的 因為有些靈體都會在這個大廈周圍走來走去 甚至可能這裡本身也有一些地基主 他們都是在這個地方 所以那些人說 入屋啊 或者可能在這個新環境有沒有拜四國 其實都很重要 立即有這些回憶 是不是 哈哈哈哈 所以其實這個地方 譬如到現在的Canberra的後方 其實都有一些朋友在聽著 那我覺得都很正常的 是不是 可能這樣又 他們認識了你 OK 哈哈 OK的 謝謝 感謝家晴上來指點迷津 大家都可以留意分享一下 有些什麼旅遊靈異的經歷 去旅行的時候要小心一點 但是記得都要玩得開心一點 好 大家除了follow法緊夢除家晴的專欄 就要記得follow她的 Facebook和IG啦 好 拜拜啦 拜拜 嗚 和我們分享一下 這裡很討厭 如果你是想旅遊的靈異 經歷分享 很緊張 哈哈 哈哈哈哈